雷九万般到底是攻击杯还是雷伤杯大毕业实测 这个雷神不简单 两命的 武器拿的剃草 天赋六十十 有条给大家展示一下 十一级的异技能 思觉远 带着九十级精一的飞雷 这必须得雷九万般了 这安排一波了 安排 他有雷伤杯 这俩一个6.2 三十二点六的攻击杯 一个2.33的雷伤杯 这俩东西 最起码这十年寿命啊 我的天 这个带大攻击 这个带充能 一直想往哪个往哪个呀 来我们看一下他雷伤杯的伤害 到底是哪个高 咱们现场实测一下 正好他有这个号 正好给你们心里来个底 到底是雷伤杯高 还是攻击杯高 这个是相差无几的 我们就打第一层的无线体 雷九万般 先来雷伤杯 面板是这样 661812812 雷伤杯 全选之聊的啊 正好拿这个测一下 就要办办 来展 铸 班特给大 九条给大 开一 雷神 无响的一刀 486921 486 我们来攻击杯 攻击杯的面板是这样 暴击伤害真的相差无几 只差个暴击率 来还是选治疗的 给一 然 锯 班特给大 九条 再给个一碗 无响的一刀 474028 这个应该是最终伤害了 攻击杯比雷伤杯 早12893 以我的选择就是哪个面板 漂亮用哪一个 听见了吗 再给你们试一下这个啊 带的精武的渔户 雷伤杯的面板 66181272 我们还是选治疗的 来给一 染 去 班特给大 九条给一 开大招 雷神已经开一了啊 无响的一刀 408643 是雷伤杯的 然后现在换攻击杯的 攻击杯的面板 70180 2TG的充能 武器精武的渔户 再来 来给一 染 去 班特给大 九条先给一 给大招 无响的一刀 402782 才差5891 就是光看渔户的话 就两命的 才差出来5800 所以说大家 没必要纠结了啊 我们对比的是 同武器的 就差个不到5000伤害 这是渔户的 一草的差1万多伤害 所以说这俩小伙伴们 自己研究一下吧 我个人感觉啊 不管你什么 哪个满命 哪个暴击高 哪个动和属性好 用哪一个 明白了吧 出发